大家好 欢迎观看北云科技产品介绍视频 今天由我们来为您介绍如何快速安装及使用北云组合导航系统X1 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打开包装箱之后,您可以看到X1整机和配套线缆 X1配备了三根线缆 电源线缆,一端为推拉自锁连接器,另一端为裸线 我们配备了直流电源头 通信线缆1,一端为单槽推拉自锁连接器,提供COM1通信端口 另一端为DP9和裸线,提供PPS,Event信号等 通信线缆2,一端为双槽推拉自锁连接器,提供COM2通信端口 另一端为DP9和裸线,提供KAN总线接口 我们为您配备了4颗M5螺丁用于固定X1 另外,您还需要用到以下这些配件 两个高精度天线,具体要求如图所示 两根连接天线与X1的同轴射频线缆 当然,您还需要一个电源,供电要求如图所示 大部分车载电源都可以满足此要求 另外,我们还需要笔记本电脑进行参数配置 以及一条USB转串口线,用于连接X1与电脑 1分2,1分4都可以 如果使用网口接收差分数据,您还需要用到网线 除笔记本电脑外,以上这些配件我们都可以统一为您提供 您可以在购买时选购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安装环节吧 首先,我们进行GNSS天线的安装 X1支持单天线与双天线模式 我们推荐使用双天线模式 并支持前后和左右两种安装方式 本次视频采用前后安装 如果您需要使用其他安装方式,可参考用户手册 请注意,首次安装天线时,请选择开阔无遮挡的环境 天线要与载体刚性固定 确保在载体移动时天线不会晃动 推荐双天线距离在1到2米之间 双天线基线建议与载体前进的方向保持一致 如果你选择左右安装,则建议与载体前进方向垂直 好了,我们的天线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下一步让我们进行X1整机的安装 X1支持采用外轴朝前、后、左右的安装方式 这里我们推荐外轴朝前 X1也需刚性固定,并确保它与天线的相对位置固定不变 一旦X1位置发生变化,则需要重新测量感壁 推荐安装在载体后部接近后轮轴的位置 且X1姿态与载体姿态保持一致 使用我们配备的M5螺丁 将X1与载体进行刚性固定 好了,我们的X1整机也已经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连接线缆进行配置 首先,我们用同轴射频线缆连接天线与X1整机 要注意安装1和安装2所连接的天线处于载体的位置 后续我们进行参数配置时 要选择对应的连接关系 我们这里采用安装1连接后天线 安装2连接前天线的连接方式 然后,我们进行通信线缆的连接 首先将USB转串口线与电脑连接 然后用通信线缆1的DB9接口连接1号串口线 另一端连接X1的COMM1接口 推拉自锁连接器只需对准定位销后 轻轻推入 听到咔嚓声即表示连接稳定 再用同样的方式将通信线缆2与2号串口线 和X1的COMM2接口相连接 最后,我们再为X1接上提前准备好的电源 好了,现在我们所有的安装和连接就已经完成了 下面,让我们检验一下列路是否成功连通 首先检查电源灯是否常亮 然后,我们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 查看端口 端口号从小到大分别对应1分2串口线的1到2号串口 这里我们X1的COMM1接口连接的是1号串口线 对应的串口号为COM55 您在实际操作时可能不一样 以您实际的为准 然后我们打开串口调试软件 连接X1的COMM1接口 选择刚刚确认的串口号 输入默认的串口配置 连接成功后,我们发送LogVersion指令 X1将返回以上语句 标注部分为X1的固件版本号 可能和您手上的设备版本号不同 成功收到这条语句,说明X1已经开始工作 如果未返回以上语句 请您重新检查所有的连接及以上操作步骤是否正确 接下来,我们再来确认一下X1整机的GNSS定位功能是否正常 首先,向X1发送输出定位信息语句的指令 确认X1的定位状态为单点解 然后,我们再将插分数据接入X1的COMM2接口 关于插分数据的获取 不在此次视频的演示范围内 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可联系您的售后工程师 进入插分之后,确认X1的GNSS定位状态已经进入固定解 后面我们进行感避测量和RBV校准时 都需要确保X1处于固定解状态 接下来,我们进行X1的天线感避测量和设置 为了使您更好的理解和完成接下来的配置过程 有三个概念需要您提前了解一下 感避 坐标系 RBV 您可以在X1用户手册上详细阅读了解 关于天线感避的测量 这里我们利用双天线位置 辅助天线位置 以及辅助天线在X1整机系的坐标值 来推算双天线的感避值 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感避计算软件BiOffset 如果有条件 您还可以使用其他更精确的测量方法 如全站仪测量 首先,我们要获得双天线的EINU系位置均值 将其填入BiOffset中 先停止抗Miko的输出 然后向X1的COM1口发送 LogCOM1 ENUAVR ON TIME1指令 X1会输出ENUAVR语句 等待语句输出60秒 使输出结果稳定 然后我们停止语句输出 选择最后一条语句 将Aunt1在ENU系中的坐标 填入BiOffset中Aunt1对应的位置 点击输入 将Aunt2在ENU系中的坐标 填入Aunt2对应的位置 将载体的横滚角和俯仰角 分别填入Role、Pitch对应的位置 然后我们发送Unlock指令 停止ENUAVR语句输出 并断开Aunt1天线 接下来 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天线 来帮助我们测量双天线的感壁 首先 把该天线安装在一个便于测量 且开阔无遮挡的位置 连接该天线至Aunt1口 然后我们用前面同样的方法 确认X1的GINSS定位状态为固定解后 停止语句输出 发送Lock.com 1 ENU AVR on Time 1指令 获得第三个天线的ENU系位置均值 同样等待语句输出60秒后 停止语句输出 再将该天线在ENU系中的坐标 填入BiOffset中对应的位置 然后 我们再来测量该天线在X1整机系中的坐标值 这里 我们测的Y轴方向的坐标值为-1.69米 Z轴方向的坐标值为0.165米 加可顶距整机导航中心的0.0216米 减天线可顶距天线向位中心的0.0115米 等于0.175米 X轴方向的坐标值为-0.038米 接下来我们把测量到的坐标值 填入到BiOffset软件中 然后我们选择天线和X1对应的安装方式 点击计算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X1的双天线杆壁和RBV值了 再停止抗Miko语句输出 复制配置指令 发送配置指令 然后再发送保存配置指令 和重启指令 等待X1重启完成之后 赶壁和RBV就在X1中生效了 如需查询赶壁是否设置正确 可通过赶壁和RBV查询指令进行 最后记得把下该辅助天线 将Ant1天线重新与X1连接 现在让车跑起来进行RBV校准吧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RBV校准 校准之前 我们要再次确认X1处于固定解定位状态 确定为固定解状态之后 停止定位语句输出 然后我们让载体开始运动 输入RBV校准指令 在校准过程中 Ince Converging表示误差较大 Insufficient Speed表示行驶速度太小 High Rotation表示转弯幅度过大 状态Calibrating表示正在校准 单为Calibrated时表示校准完成 此时语句输出会停止 校准完成后 发送配置保存指令和重启指令 等待X1重启之后 RBV校准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再通过X1自检指令 确认X1是否正常工作 确认完成后 关闭自检指令 至此 我们已经完成了X1整机所有的安装及配置过程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X1了 通过Comme串口发送相应的指令 输出您需要的语句 如Ins PVA XA语句可通过以上指令获得 其他语句的输出指令 您可以查阅X1用户手册获取 后续您每次使用X1时 当接通电源后 X1会处于Ins功能未激活状态 需要通过GSS固定解和双天线定向解 进入Ins静态对准完成状态 在正式导航之前 X1仍需通过载体运动修正对准结果 使X1进入Insolution Good状态 现在您可以开始使用X1穿越城市峡谷 感受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定位了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还有其他疑问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